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9日 今天講講婚外情 偷食出軌這個問題 事緣一個月前我就講過黃偉文的一首歌《傾城》 是1997年的作品 然後有網友跟我說原來最近 有一些TVB的劇集 是拿了這首歌作為主題曲,叫我聽聽 我上網找,發現這個劇就叫《婚後事》 《婚後事》這部劇好像很受歡迎 我就看看TVB展出來的一些預告 也是挺精彩的,劇歷萬鈞的 而且他說的課題《婚外情》 是現代社會不能夠迴避的問題 每一段婚姻都有機會面對著婚外情 現代人很常見 為什麼現代人這麼常見呢? 我們首先定義一下何謂婚外情 婚外情就是有婚姻制度之後必然出現的事情 無論是一夫一妻還是一夫多妻都會出現婚外情的 不是說一夫一妻才會出現的 一夫多妻是中國傳統的說法 妻就不如妾 你即使有妻妾成群 你都妾都不如偷的 你都會出去偷吃的 找一些跟你沒有正式關係的 譬如說去清流或者外面有一些紅顏知己 這些以前古代自古才子皆薄幸 就經常有這些事情 但是在基督教一夫一妻的情況下 都會出現婚外情的 在中古時期 近代的西方都很普遍的 貴族啊 農村就會少一些 貴族就會多一些 農村相對少一些 原因是什麼呢? 我相信是跟交易成本有關係的 就是說你在農村裡 譬如農村只有500人 300人 你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 你婚外情被人知道的機會率很高 第一 第二你認識到跟你合眼緣的 對象的機率也低 你的代價成本也大 因為你如果被人知道的婚外情 你浸豬籠 或者你沒辦法在村裡蠟燭 所以在農村的婚外情的機率 是較少 是跟交易成本有關的 但是現代社會不同 除了女權主義的上將 婚外情是越來越多的 因為女性可以出來工作 教育高了很多 她不再是男性的一個附屬品 所以現代社會 尤其是在辦公室、寫字樓 招職相對 婚外情是很普遍的 office 男女很多都會有婚外情 學校裡面的教師也有很多 我親眼見過很多 也遇到這些情況 婚外情是普遍的 是跟社會形態改變有關 而且也是一種生存策略 因為以前結婚是一生一世的 現在結婚了 或者同居或者拍拖 都覺得可能對方未必是適合你自己的 有些人透過一種生存策略 就是外面繼續尋找更好的對象 然後就去換 這是其中一種生存策略 也跟現代社交媒體進步了有關係 現代社交媒體減散了婚外情的麻煩 就是多了一些交友APP 網上交友以前的ICQ、MSN 現在的Line或者WeChat 搖一搖就可以認識附近的人了 所以婚外情的機率就高了很多 這個是一般的解釋 但是今天就要講一些複雜的解釋 今天就發現近些十幾年的研究 都似乎挺肯定的 婚外情是跟基因有關的 是跟遺傳有關的 這個是很震撼的 因為我之前 我早一個星期才說完 是貧窮 是跟大佬發育有關係的 就是窮人的家庭被研究出來 現在發現他們的小朋友成長的過程 大佬 海馬體、前額葉 他們大部分都會發育得沒有預期那麼好 就是貧窮 其實可能會影響大佬 大佬受到影響 你長大後 你的很多的選擇取向 或者人生的抉擇 都會吃虧 越吃虧就越貧窮了 所以誇代貧窮跟家庭環境是有莫大關係的 而這個基因也是影響到cheating這個問題 所以婚後視這套劇 婚後視這套劇就是在說那件事情 這個小孩子 看著父母 有複雜的婚外關係 這套婚後視劇集就是說 爸爸出軌 受到家庭的壓力下 爸爸出軌 然後夫婦之間就破裂了 離婚了 他跟小三在一起 媽媽又跟其他人發生關係 女兒看在眼內 長大之後 即使爸爸媽媽復合了 但是家庭也是破碎了 所以在耳如目染的情況下 他長大了也成為別人的小三 這套劇是講的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說是後天的教育有影響 但是從基因的研究 爸爸出軌時 小朋友出軌的機會 也是大增的 也有另外一些研究說 一次不中八次不容 這些常識 是跟基因是有關係的 今天就要介紹幾個研究 跟大家講一講 原來出軌不是三歲還是八十 是早上 你的祖先對你產生的影響 當然這不是一個藉口 就不要用它做藉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2010年 紐約大學 紐約州大學 有一班學者做了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 就是研究一個基因 是對出軌 原來會造成影響的 這個基因就叫做DRD4-7R 這個基因原來就是 會造成你的分外情是否高的一個很關鍵因素 這個基因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個DRD4 其實已經20多年了 展開了這個研究 譬如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授 做了20多年 他們發現有這個基因攜帶者的人 他們的性格上是充滿好奇的 很衝動的 而且涉及理財上面 都會很冒險的 有冒險精神 有投機的 而這種基因就是 是對多巴胺更敏感的 就是他們不斷要追求多巴胺 多巴胺就是快樂 如果多巴胺不夠的話 他們會不斷做一些行為 去追求更多的多巴胺 所以他們的人是會較亢奮的 他們對多巴胺可以說是不夠容易滿足 敏感度很高 所以這個就是這種基因攜帶者 有這種基因攜帶者 為什麼會更容易出軌呢? 這個很容易理解 因為出軌呢 除了肉體上的刺激 肉體上的刺激以外 就是精神上的刺激 就是透過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透過偷去獲得更大的滿足感 就是這篇論文所說的 裡面有很多詳細的數據 我跟大家講講 譬如說有這個基因攜帶者 就是7R 有複雜的性關係 接近45% 如果沒有這個基因攜帶 他有複雜的性關係 只有25% 差了20% 因為有7R和沒有7R 這個基因是差很遠的 當然 他們的研究是針對美國的 這個也是有一個局限性的 裡面 但是有和沒有是差很遠的 有複雜的性關係 好了 有casual sex 就是性愛有分離的 如果有7R的基因攜帶 有接近50%是可以做到性愛分離的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只有20%而已 那就是有這個基因和沒有這個基因 就更容易去精神出軌以外 更容易去肉體上出軌 譬如說去埋春 one night stand 這些基因攜帶者有7R 就多很多 那好了 如果有7R基因和沒有 7R基因他們平均 同一時期的性伴侶有多少呢 如果有 就大概1.75個左右 接近兩個 同一時期 就是有接近兩個partner 大部分也有多過一個 如果沒有這個1R基因 就是1.2、1.3 相對來說就少很多 就是說明了 有這個7R基因和沒有7R基因 對於出軌的影響是非常關鍵的 這是第一個研究 第二個研究 這是在2010年 第二個有關的研究 一跳就跳到2012年了 到了2012年 劍橋大學又做了同樣的研究 再仔細很多 就發現這個遺傳基因的影響又非常大 但是當然了 等於跟其他基因一樣 有淤酒基因的人 不一定最後會淤酒 有遺傳7R基因的人 最後不一定會出軌 但是出軌的比例 是高太多了 這個是劍橋大學的研究 在裡面 他做了無數的分外研究 當然發覺 男性和女性 即使有攜帶7R基因 出軌裡面 男性也是比較多一點的 62% 女性是佔40% 這個研究就得出來了 這個跟後天 就是家庭教育 社會的形象 是有關的 所以不要輕易得出的結論 因為我有這個基因 所以我就出軌了 這個是不合理的 不過 從這些研究來講 你發覺出軌大部分 跟遺傳也是有關係的 那麼 再另外一個研究 第三個研究 就是 那些人經常說 一次不中 是不是? 八次不容 這個研究就是2017年 新一些 就發覺 這個 once a cheater always a cheater 就發現 只要你有一次出軌機率的人 出軌第一次 平均他以後 就會出軌第二次和第三次 就是至少三次 有極少的被研究對象 是證明他曾經指出軌一次的 或者這麼說 他要麼出軌 要麼又沒有出軌 沒有出軌的一些是零 有出軌的一些 平均都有三次出軌 這個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了一次不中八次不容 是有道理的 因為你出軌的第一次 你可以說是 你那個 打開了那個潘多拉盒子 然後你在心理上 教育上 那個局限就被你打破了 然後你就會不斷沉淪下去了 這個可以說是這麼說 反過來 回到一開始的研究這麼說 因為出軌是先天影響的 所以很少說出軌一次就會停 因為你先天的東西 是很難改變的 所以要麼就不出軌 一出軌就會經常出軌 所以這個研究2017年 就證明了 所說的話似乎都是真的 那麼可以怎麼解決呢? 這個真的糟糕了 既然知道會出軌是遺傳的 這個從科學上可以這麼說 因為 攜帶這個7R基因的人 很冒險 有刺激性 這種人比較迷人 那麼他們在生存策略上面 由於他們有更多的伴侶 所以他們的後代理論上都會更多 所以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攜帶這個7R基因的人 漸漸就會開花結果 漸漸就會散落各地 所以形成了今天 出軌的人數 是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這個7R基因攜帶者 就不斷開支散業 他們更容易認識到女孩子 在自由戀愛的角度來講 在古代他們更容易出軌 黏花野草 外面可以生出野仔 野女出來 在現代社會這些人更容易認識到異性 認識到男 認識到女 他們自然就會生出更多人出來 所以生出更多後代 他們更多人後代會攜帶這種基因 就是出軌的基因 越來越多 那麼可以怎麼破解這個問題呢? 既然我們知道這個問題根源在哪裡 我們就要做一些研究 是不是? 做什麼研究呢? 就是做基因測試 這份基因測試報告 第八十三頁 兩星特徵 就是測試到你有沒有基因攜帶 是不是有剛才我所說的7R基因攜帶呢? 這個DR、D4、7R基因 那麼 就發覺 這個被研究的對象 在追求刺激傾向裡面是較低的 男性的刺激數水平 它是正常的 如果反過來 就算是旁邊是追求較刺激 就有攜帶這個7R基因 如果同時間男性刺激數又更強的話 就是精神出軌 以及肉體出軌的機率更高 所以這份報告就證明了 這位男士 就是相當穩陣的 他又不會追求刺激 比較平穩的性格 第二就是他生理上也不是極大的刺激數 因為如果你有更多刺激數 你很容易會性成癮的 所以這位男性應該相對 出軌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當然這位男性的基因報告 大家都知道是誰 這個就是我和趙太 在認識之後 結婚初期 或者是結婚前後 我們做過不同的基因報告 這份是其中一份基因報告 我們做婚前檢查 做了很多基因報告 然後生了兩個女兒 有不同時代 我們有一些新的基因報告 我們有做過的 那麼在基因報告裡面 就發現了我自己也有一個問題 我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攜帶了 我天生攜帶了一個遺傳基因 這個遺傳基因 是可能對兩個女兒也造成影響的 這個基因是什麼呢? 這個基因就是GJB2的基因 我是攜帶了這個GJB2的基因 對我兩個女兒也擔心有影響 所以我兩個女兒出生之後 都馬上跟她做基因報告 看看她們會不會受到這個基因的影響 那麼這個基因是什麼呢? 就是以歷會失衷的機率去較大 或者有輕度失衷的機會去較大 所以我原來先天 有些經常聽不到人說話 所以小時候我爸媽 或者老師經常說 你沒有異性 現在我終於明白 有時候我真的聽不到 我老婆經常叫我 快點幫忙 臭女兒洗碗 沖奶 我有時候經常聽不到 原來不是我想的 我是真的有這個基因攜帶 所以有些我們知道 到底我們先天是如何 但是先天如何並不是一個藉口 可以告訴你出軌是這樣的 後天的教育因素也是一個關係 當然了 還有從客觀的環境去看 減低自己出軌 既然出軌在現代社會這麼普遍 就要減低自己出軌 要做一些可行的方法 減少一些無謂的社交活動 減少一些無謂的社交媒體 減少一些無謂認識一些陌生人的機率 這些也是防止出軌 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但是當然在辦公室 真的太普遍了 在學校裡面太普遍了 所以私生戀 或者是教師與教師之間 那些婚外情 我自己本人也看到很多 所以這個也 Work from home 現在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未來新趨勢 導致出軌 形態改變 的一個新時代的轉變 Anyway 今天對於基因研究的解釋 就講到這裡 你不如告訴我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上次我講完貧窮 原來跟這個家庭環境 遺傳因素 或者食物是有關係的 我就說 越窮的人 老暴發育 通常是較差 這個跟他的飲食習慣有關係 這個越窮的人 更多是會吃垃圾食物 這些垃圾食物 不是收拾回來的垃圾食物 而是那些Junk food 因為他們對熱量的需求更大 而且對飲食的要求也不高 所以其實不是錢的問題 如果你吃得便宜 你反而可以吃一些便宜的蔬菜 便宜的肉類 都獲得良好的蛋白質 或者其他的營養 導致你的大腦發育會更健康 所以我們說要解決貧窮問題 其實學校提供一些健康飲食的餐單 或者提供健康午餐 這是可以有助解決貧窮問題 令兒童的大腦發育更正常一些 所以從科學 科學可以掃除貧窮 理論上可以這樣 科學同樣可以掃除婚姻出軌障礙問題 當然未來社會的人 可能不在乎婚姻是否出軌的 可能更多人覺得多元的關係 多元的婚姻關係 開放的婚姻關係 可能他們追求這件事情 在20世紀 這個每個人所追求的目的不同 如果你追求一生一世的愛情 我建議 在結婚前做基因測試 Anyway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或者學到一點點知識 你給個Like 給個Subscribe Share OK? 或者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哪些朋友出軌風險的 不妨分享給我看 OK? 希望幫到大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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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